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Mao你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正向 沙冷气 点赞 分享 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就讲下这位阿哥 难听点说 我也不想这样形容一个人 但是真是类街坊这个人 也都类似另外一个盛事就是奥运 那就是马克龙法国总督马克龙 原来一意孤行举行大选 但是他就偏偏是令到左翼赢了 而且左翼当中的极左赢了很多位置 极左他之前就推翻了马克龙现有的政策 尤其是年金 还有最低工资要升 但是欧盟已经警告过法国 你现在财政赤字很厉害 是的 而且你的财政不确定性 是令到整个欧元区都担心 也都令到欧洲央行不愿意再次发出减息的讯号 所以现在欧洲的人都闹着他 你一个这样的决定 你害我们 供楼的人很惨 利率这么高 借债成本又不减 这些制定利率的人 当然各个国家央行 还有欧洲央行就说 宽松的财政政策 可能会引起通胀 令到降低借债成本的努力 是不在的 为什么他说宽松的财政政策呢 因为现在欧洲的就是左派 无论是极左还是中间偏左 都不赞成是紧缩 都不赞成 是不用钱的 花多点钱 尤其是梅洛雄 他这些是共产主义者 当然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 但是看看是什么时候 你刚才说到的重点 就是看看是什么时候 你如果是财政赤字这么厉害 你还大开门户 还是大放水 很不够的 但是如果他 是大放水、大洗钱、大支撮 最后你通胀可能上升 债劳子孙 香港媒体最早是债劳子孙 债劳子孙 没错 以前苹果很喜欢说 其实洞房也经常说债劳子孙 央行其实现在就不敢再释出 是信号 欧洲央行的政策制定人士就担心 发觉你不断增加政府支出 尤其是你现在左翼是大党 虽然它不是绝大多数 但是它是拿最多票最多移植 如果你们加大了支出 可能会阻止通胀的回落 这样也坚定了 他们避免过度承诺减息的决心 央行降降 亦都是宣布利率 应该就为止3.75% 不降 本来打算降 投资者就聚焦于9月初之后 会不会降 但是任何想要降息的人 可能要失望 因为法国的大选真是搞得很麻烦 虽然利率制定人士越来越确信欧元区的价格压力 开始得到控制 而且很多人也认为 如果好像6月份降息之前 再次发出强烈的讯号 会适得其反 鉴于法国议会的选举 是没有明确结果 所以这个欧元区第二大激势 第一大就是德国 其实他们财政政策不确定是拖累整个欧元区 亦都拖累了欧洲的 即是在供金楼的人 因为这个利率高 今个星期 其实就是做出了9月份 削减财政赤字的坚定承诺 亦都被认为风险的高 即是说你是承诺 但好像不承诺不了 那欧元区的人士 就认为今个月 在央行的投票可能四分五裂 令到下届政府 不太可能 只是法国政府不太可能 是认真解决赤字问题 如果你对法国政治有所了解 你就知道 没有人支援财政整顿 那欧洲央行 亦都向金融时报说 他们最单纯 是呀 非常欢迎 财政整顿 谁弄谁弄谁弄 待会认真一下 谈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上街 看着你 有暴动 而且法国也是暴动之国 经常都有 原来欧洲银行最担心什么 就是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 没办法缩减庞大的预算赤字 就可能是会支撑 需求并且提升价格压力 如果大国不遵守欧盟的财政规则 那就不用只要小国这样做了 欧洲央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亦都说 之前那个叫正默旗 亦都说如果他们不肯 紧缩财政的话 赤字令整个欧盟都很麻烦 因为通胀会推高 去年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和GDP之比 占到7.2% 高于水平 高于目标水平 法国的财政支出也是高于计划水涨 达到5.5% 差很远 意大利7.2% 法国5.5% 欧盟就要求国家的赤字和GDP之比 在3以下 还有一段时间 欧盟规则其实就是疫情期间暂停实施 但是现在疫情已经过了 所以要重新生效 法国大选 当然大家知道 各党还是周年轮不休 尤其是赢了的左翼 他们是承诺过要开支 左翼的新人民阵线 赢得最多二席 计划征收富人税 所以很多有钱人在选举之前走 亦都提升最低工资和降低退休年 即是像马克龙以前 他退休年龄是延长了 不行 先推翻他 那极左翼呢 极左翼就是要花多些钱 无浪熊 当然 你之前那些措施全部推翻 极右翼 国民联盟就承诺削减能源的增值税 你记住 一边就说要增加开支 另外就说减税 你死不死 收入少了 收入少了支出多了 那么钱从何来呢 这就是整个问题 那欧洲央行的专家 亦都说 如果发觉通过是 削减能源增值税 或者提高最低工资 这些方式大举支出 实际上是一种刺激措施 促进消费 但是会导致通胀上升 这个很正常 欧洲央行预计 今个星期会议上 强调他们的财政政策 很担心发觉 亦都强调高赤字和高债务水平的政府 必须用力降低他们的水平 到欧盟要求的规范 所有政府都签署了这些规定 为什么现在不来呢 很简单 你如果说一说 我脱欧 好像英国 这么糟糕 法国应该不会 但记得 总经连意大利都说想跟英国 就算现在是意大利总理 意大利总理回落 都曾经是个二欧派 现在他没有那么明显 他未当正 之前登了大卫的人 和未登大卫的人 就不一样 看看法国大选争论不休 记住 他两样东西都死了 一个就是狂洗钱 一个就是狂减收益 两样都死了 看看原来 法国因为违反了欧盟的财政规则 而面临欧盟的处分程式的七个国家之中 他就不是最严重 最经济意大利 只有波兰 比利时也有份 比利时一本说法语 一本说比利时荷兰语 匈牙里采里也有味 斯特法克采里也有味 马尔他也是 马尔他很有钱 法国政局不稳定 也削弱了欧元区的经济 欧元区在第一季里 也出现了试探性的复苏现象 但现在失去了动力 因为法国人 当你想走出通胀冲击时 但另一个威胁就是赤字 最近商业调查已经显示 订单下降信心下降 也减缓了大部分地区的招聘速度 法国和德国这两大巨头的生产也下降 因为蛾气贵了 有些厂就免得做了 而很多蛾气 蛾气是没有的 又不是贵了 这个是你自己找的 没办法 你要撑就没办法 很多国家的零售也停留在较低水平 令到一些较为夹派的利率制定人士 对长期维持高利率感到不安 经济复甦很缓慢 如果明年通胀是没有达到低个百分之二的水平 怎么办呢 就说法国总统麦克朗是政治豪渡 实际上下 是的 很多评论都这么说 但是政治经济外交也是 欧洲央行6月份开始降息 因为有迹象表明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通胀 正在消息中 6月份看到这些数字真的很羡慕 CPI是2.5% 低于年初2.9% 随着经济增长和通胀走弱 市场认为下一次可能会降25个点子 甚至是75个点子 这个我想多了 夹派亦都指出最近数据看到欧元区企业的利润 从今年初就开始收缩 也都表明了企业在吸收工资快速上涨的 带来额外成本 而不是透过价格上涨而转价给消费者 从而缓解大家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通胀 可能保持在4% 他们就担心继续保持这么高水位 但是几位欧洲央行的人士 也都说6月份开始降息的强烈讯号 其实不是那么好 因为没有想过这个法国会大选 搞乱了整个部署 但是你知道欧洲议会选举 总是有些人出来不选 或者是要选 有些人辞职不出奇 难听说作为担大位的人 应该多想一些比普通人 除了令欧洲人借债成本没得降落之下 另外还有就是奥运 刚刚真的有人游在蔡立河 但是由于政治格局感 奥运隐患多多 原来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府 当然政府不关他事 他还可以做 但是他其他官员想辞职 也突然发觉在准备下季奥运会 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疆局 其实这个又是你拿来的 你明知搞奥运 你可不迟些呢 他又不肯 马克龙就说 突然发觉在准备奥运会 之前前所未有的政治疆局 但有人说他特意说得这么 即是说到政治疆局 大家快点团结 此时此刻还未选到法国总理 当然总统他继续做 做到27年 法国总理阿塔尔提出了请辞 马克龙批准了之前不批准 原来主要是一个战术性的举措 令到法国最近举行的议会 提前选举当中竞选成功的内阁成员 能够在今天担任国民议会当中的议员 并且是投票选举下议院的下一届议长 马克龙愿意在奥运即将开幕之制 接受自己的政府辞职 亦都说明这位总统的亲伤政策 其实你这样亲伤政策 但之后会被削弱 例如助役是赢得最多票 助役其实就不觉得商人赚太多钱 26日就是下季奥运会在赛立河举行一场胜宴 这个真是正事 这个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来组织和保障 他的内阁辞职当然令到很多事情 不怕的 他整个制度在这里走 但始终少了个头 马克龙决定选举后 其实国民议会分成了三个意见 当然三个意见是对立的集团 你记住三个都是不同的 马克龙的政党和盟友失去了几十席 在拥有577席的下议院 正好过曼林立行的极右翼少少 第一位当然是新人民阵线 新人民阵线是一个由社会党 绿党和共产党 还有极左的不屈法国党 组成的不屈法国党是最强的 所以有人说梅朗雄应该是最应该 最应该做总理 因为他的政党赢的非最多 正路就是这样 玉敏说政治伦理 马克龙原来写了一封公开信 就说我们没有赢家 没心你没搞选举 请求保守派的共和党和社会党 等等的建制党派 和其他亲伙党派联合起来 组成多数政府 好 马克龙这番话 原来无人离他遭到各大派系议员的蔑视 很多人对他当初举行选举的决定 觉得相当不解 觉得这是按垮的 在国民议会当中赢最多值数的新人民阵线 更加指马克龙 来自他的阵营总理 你是小飞 来自他的阵营就是找梅洛雄 但是新人民阵势目前亦是比较混乱的 这个左派联盟在大选前的几天 匆忙地拼凑起来 令到法国政坛上一些最受人注目的 人物聚集在一起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管理 没有办法 谈得到哪个做候选人 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左派政党提出新的人选出来 好像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亦接受电台访问时 就说如果我们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 找不到解决方法 就是一宗沉船事件 在法国其实总理就是由总统命名 然后由总理负责组建政府 但是如果议员对总统的人选不满 他们可以投不信任票 如果这个动议赢得最少289席支持 政府就被迫辞职了 黑龙1月份才任命35岁的阿塔尔成为总理 当时这个举动被视为他亲近年轻人的表现 但是现在这个年轻有为的人士 始终政府不容易做 但取而代之的 就是面对一个奥运无从下手的局面 就连耗资巨大的蔡立河清理工作 亦都成为了政府的笑柄 预计他们应该就会死退 在蔡立河游泳 有一个三项铁人应该继续去 他的报告说非常好 水质不用担心 上星期六马克龙政府的体育部长卡斯泰拉 穿着水着 很密实的 戴了穎帽 就是蔡立河暢友 展示蔡立河的工程做得很棒 应该可以的 这名部长是走到蔡立河的河堤 一众而下 保持 他的嘴一直保持在水线上方 是不是怕喝到污脏水 你游过水也知道 一定有机会 你的嘴会碰到水 有的 但是这个选举真是坏 他在这个决定 如果奥运会有什么大事 你真是死 你也是说真的 他想豪道 他是想告诉法国人 我猜一下 他想告诉你 极左和极右都不是一个答案 只有中间派才是出路 应该就是这样 但现在出来的结果也真的是这样 因为很多事情都行不动 极左又提出的减税 大洗钱 不行 极右加富人税 增加开支 又好像不行 看了看又全部都是不行 是的 极右应该是减税 极左才是加税 那两样都不行 只有中间做 现在现有的才是答案 你也可以这样说 显示自己对 但结果是赌错了 选民不是这样想 是的 没错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是这样 拜拜